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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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合理配置停车资源 持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让城市路网更通达 群众出行更舒心 会议还研究了 我是文体项目建设推进工作 强调要坚持建管用全链条统筹 积极探索构建民办公筑等 多样化建设运营模式 加快推进文体项目建设 促进全市文体设施的均衡布局 资源共享不断完善城市功能 提升城市品质 市领导周春华、黄兴武参加会议 4月8号2024年 三亚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 全体会议召开 传达上级有关文件精神 部署近期双拥工作任务 市委副书记、市长 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陈希出席并讲话 市委常委、三亚警备区司令员 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张申锋主持会议 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 强化政治引领 从践行两个维护的高度 深刻认识创建全国双拥模范城工作 的重要意义 要把握工作重点 持续强化双拥工作服务保障 通过各种有效载体 大力倡导爱国拥军 爱民奉献的良好社会风尚 从胸怀国之大者的高度 推动创成工作再上新台阶 推动军地共建工作向纵深发展 要加强组织领导 从维护军政军民团结的高度 层层压实创成工作政治责任 用更加优异的成绩 更续传承好双拥光荣传统 全面检验双拥工作 确保实现全国双拥模范城 五连贯目标 为实现强国梦强军梦 做出更大贡献 张立春 立浩 何世刚 郭刚 等军地领导出席会议 4月8号 2024年 市打击走私综合治理领导小组 会议召开 传达学习 省打击走私综合治理领导小组 会议精神 总结2023年全市反走私工作 部署2024年重点工作任务 市委副书记 市长 是打击走私综合治理领导小组组长 陈希出席会议 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 是打击走私综合治理领导小组 副组长林鹏主持会议 会议充分肯定 我是2023年反走私工作取得的成绩 指出三亚市海南自贸港建设的 前沿阵地和重要窗口 打击治理当前走私风险 尤其是离岛免税 套代购走私风险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三亚打造自贸港建设标杆的 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认清三亚反走私面临的严峻形势 和反走私工作规律 持续深入学习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打击走私工作的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进一步增强做好 打击走私工作的政治自觉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把反走私作为践行四个意识 做到两个维护 推动自贸港建设 行稳致远的重要抓手 以打击走私综合治理的良好成效 为海南自贸港风险防控 做出三亚贡献 要聚焦重点任务 切实提升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制效 通过持续打击治理 离岛免税套代购走私 深化打击走私综合整治 提升走私风险预判和处置能力 多错并举 标本监制 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要围绕风关运作目标 全面构建行之有效的反走私工作格局 立足职能职责 深入谋划 扎实做好风关运作背景下的反走私工作 不断提升反走私综合治理效能 加强组织领导 提升工作水平 强化队伍建设 合力构建我市适应风关运作要求的 反走私综合治理体系 市领导郭刚参加会议 3月3是离足苗族人民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也是一年一度的浪漫之约 美丽之约 快乐之约 奋进之约 4月8号晚 2024年三亚市庆祝海南离足苗族传统节日 3月3系列活动开幕式 即主题文艺晚会 在天涯海角游览区举行 为离足苗族同胞和八方游客 献上了一场盛大的民族文化盛宴 晚会以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共会民族团结进部新画卷为主题 由序章及朝露待日夕 阳春不得泽 万物生光辉三个主题篇章 共四部分组成 14个优秀文化节目 涵盖原生态歌曲 民族舞蹈 情景剧等多种艺术形式 充分营造出热闹喜庆的民族节庆氛围 通过精彩分成的文艺演出 亲情展现离足苗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充分展现离足苗族群众的时代风采 为三亚当好自贸港建设标杆 和转型发展示范注入新的民族文化底色 晚上八点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潘国华宣布活动开幕 并代表市委市政府 向全市25万名离足苗族同胞致以节日的问候 潘国华在致辞中表示 3月3是离足苗族人民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进入新时代 它不仅承载着丰富的人文底蕴和深厚的民族情感 更是连接着历史与现代 传统与创新 族群与世界的重要桥梁 成为三亚展示民族风情 增进民族团结的盛会 2024年 三亚将坚持以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深入挖掘和传承离足苗族文化 推动文旅深度融合 促进交往交流交融 以具有三亚特色的新制生产力 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让民族文化在共建和美家园 推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 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市领导周春华 张颖 张长峰 许克征 省民委一级调研员胡莲 以及少数民族退休老干部苏庆兴 黄绍文 福德安 王维武 王永敏等出席活动 这场晚会以万物声光辉为主题 汇集了海南梨族苗族文化艺术精品力作 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领略一下 这场有高度 有热度 有温度的视听盛宴 在现场观众热情洋溢的掌声中 歌舞重逢在梨苗的春天 拉开了晚会的序幕 随后原生态梨歌融合歌曲 摇篮巍巍 大型梨歌歌舞 袍龙扣 苗族歌舞 山门就是好等节目接连上演 婉转动听的民族歌曲 大气磅礴的原生态舞蹈 情感真挚的情景表演 传递了梨族苗族儿女对生活的热爱 对未来的憧憬 既有传统文化的传承继承 又有一些关于我们现在目前的这种相心振心 还有我们的文理融合的内容板块 更有我们的建国75周年 还有我们的即将以来的全国少数民族 运动会这个板块 这有一些传统的一些展现 更有时代的精神 晚会在大型歌舞灯火里的中国中落下帷幕 长达90分钟的时间里 演员以饱满的热情 专业的表演将现场气氛 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观众热情洋溢 用手机相机记录下一个个精彩的瞬间 今天是带孩子过来一起感受 三叶专的传统文化节日的氛围 节目的内容很丰富 主要讲的黎苗族的历史的渊源 还有现在传送的黎苗文化的这种传统精神 像前面放的那个摇篮曲 让我们想起了我们小时候 有奶奶有外婆就是唱的这个摇篮曲 所以我们是从小听到大的 所以听的时候感触蛮深的 庆祝我们的丰收的节日 这么演变过来的一个传统节日 就载歌载舞 唱啊跳啊 很开心很起庆 据了解此次开幕式 即主题文艺晚会 由三亚传媒影视集团执行 现场通过三亚传媒影视集团 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晚会实况将于4月11日晚 在三亚新闻综合频道播出 欢迎到时收看 2018年4月13号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 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宣布 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 自由贸易试验区 支持海南逐步探索 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 六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 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 海南拉开了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大幕 三亚全市干部群众 以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为引领 大力弘扬 敢闯敢试 敢为人先 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 全力推动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三亚新闻惊奇推出特别策划 向心追梦 充分展示六年来 三亚在自贸港建设发展领域取得的各项成就 2022年4月10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湾科技城考察调研时指出 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就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要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集中攻关 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 种源自主可控 用中国种子保障中国粮食安全 近年来 三亚劳记嘱托 以种子创新和种业发展为导向 持续通过接绑挂帅 开展联合攻关等方式 突破种子创新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 保障国家种子安全 助力种业振兴 向种图强 壮大种业新力量 让中国饭碗装得更满 端得更牢 橙色更足 在亚洲区青岛海水道研究发展中心 南凡育种基地里 研发人员张树银正在耐心查看地理的海水道 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管理 30亩海水道涨势良好 亩产预计超过400公斤 这边的材料的话 我们在这边种完之后 选一个之后 然后拿回去 拿回去之后还要继续地进行选域 进行筛选 两边结合着 来尽快地把这个品种稳定下来 能够让它成为一个成熟的品种 那么这样的话 它如果是一个比较优良的品种的话 我们就会把它放到联合体里边进行趋势审定 它就有可能会审定出来 那么成为一个具备了身份证可推广的一个品种 海水道也被称为耐盐碱水道 能够让不毛之地的盐碱地产粮 对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有着重要意义 与普通水道育种相比 海水道繁育要难得多 但海水道比普通水道适应能力强 再加上海南盐水和淡水资源丰富 气候温暖具备全年育种和全年鉴定的自然资源优势 有利于提高育种和品种鉴定的效率 实际上这个耐盐碱水道 它跟普通的水道在外观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它的主要的一个区别的话 其实就是它更适应于这个盐碱地的一个种植 可以利用一定盐度的这个盐碱水进行灌溉 在最后的话会有一定的产量 还不会死亡 这是它的一个优点 张树寅告诉记者 培育一个水道新品种 至少需要经历八次更新换代才能稳定 如果只在青岛等地进行海水道繁育 由于当地一年只能种一季 所以至少需要十年时间 但如果冬季到海南进行加代 夏季再回青岛继续繁育 一年就可以种两季 科研时间也缩短一半 原老提出了要把这个一亩荒滩变良田 我们就是带着原老的这种期许 想把这些盐碱地把它改良了 当前的话我们国家其实有一亿亩的左右的盐碱地是可供利用的 如果每亩的话能够产量这个300公斤的话 那可以产生出来300亿公斤的这个粮食 每年能够养活这个8000万人口的 此外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2023年三亚推行杂交水稻年亩产4000斤高产技术集成项目 实现年亩产4000斤目标的新突破 整个热区在全世界面积非常大 关科技城的首批企业之一 截至2023年年底 龙瓶生物共获得国内外授权发明专利共91项 其中45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国外授权发明专利涵盖澳大利亚 印度 加拿大 美国等国家 在商业化储备方面 公司已与100多家下游种业公司和科研院所的广泛合作 开展了900多个品种的回胶转育工作 背景覆盖玉米的全国各主要产区 三亚是它得天独厚的一个自然条件 为这个生物育种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自然和地理的这个条件 在这里就是我们玉米可以实现一年四代不间断的种植 整个这个对于生物育种研发来讲 这是一个在全国其他地方都不具备的一个优势 是大大加快了我们育种研发的一个速度 近年来 三亚实施强化种子种源链行动 加快种植资源引进 自2018年以来 共从22个国家成功引进37个物种超千份种植资源 以中国农科院 中国热科院等为代表的 21家南返种业科研创新主体入驻亚洲湾科技城 国家种业科创高地急剧效应出现 2023年推广选育作物新品种达2200多个 推广新奇特优热带优异果输1.2万亩以上 三亚榴莲实现规模化量产 同时依托三亚亚洲湾创新发展中心有限公司 累计收储南返科研用地4223.89亩 累计为南返单位提供土地2856.44亩 为加快建设国家南返硅谷贡献三亚力量 如今在亚洲湾科技城迎着和煦的暖风 一粒粒新品种的种子正破土而出 茁壮成长 来自全国各地的南返科研人员 正追逐着北纬18度的光和热 在这里开启种业振兴新征程 今年是中马建交50周年 在4月7号举办的中国三亚跨境电子商务 综合试验区行业交流沙龙第二期活动中 三亚跨境电商服务中心与马来西亚网红工会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并正式接牌成立跨境电商网红建席基地 进一步深化双方交流合作 共谋跨境电商行业发展 海南自贸港三亚跨境电商服务中心 是由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创立 是商务局指导 三亚商务区贸易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运营的 一个为跨境电商行业提供全方位服务的机构 根据协议 三亚跨境电商服务中心与马来西亚网红工会 将在市场拓展 国际电商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合作 加强在跨境电商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共同推进中马跨境电商贸易的发展 今年以来我们已经关注到了 三亚在跨境电商方面做了许多的创新 我们十分期待与三亚深入的合作 三亚将成为我们网红工会的会员见席之地之一 我们将会引入马来西亚的网红的人才 建这个席地 然后来互相交流 当天三亚跨境电商服务中心 还与上海万博科技创新促进中心 签署招商联盟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在招引跨境电商企业上共同发力 共同打造区域型跨境电商中心 促进外贸创新发展 我们的合作的重点就是作为国内和国际的联合拓展 开拓市场帮助中央商务区的企业我们走出去 既往外拓同时也会协助中央商务区能够找到更多的国内的一些 头部的一些企业能够入住 把跨境电商的这个高度啊 建得更高一点 下一步三亚跨境电商服务中心将依托三亚地域优势 与跨境电商行业扶持政策优势 不断完善升级产业配套 提升服务体系 加强于国内外电商平台 物流企业金融机构的合作 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一站式 全方位的跨境电商服务 增强三亚跨境电商综合竞争力 这一场我们主要是 邀请了马来西亚的这个跨境电商的一些专家学者 为我们本地的企业来讲一讲 马来西亚跨境电商的机遇 希望把我们三亚的本地企业 包括本地的一些产品 卖到马来西亚去 挖掘海外的市场 拓宽海外市场的一个渠道 4月8号 海棠区农业农村局 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三亚研究院 签署院地科技合作项目 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 双方将立足创新驱动 和现代农业产业发展 本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合作共赢 持续发展的原则 全力构建 政府加科研加企业的发展格局 加快推进农业关键核心技术公关 扎实推进科技与农业产业融合发展 努力将海棠区建设成为 海南农业农村现代化 和农旅结合高质量发展的样板区 借助这次签约仪式 我们把我们中国热科院 三亚院的一些人才力量 技术力量 平台优势 然后落地到海棠区 对于海棠区的农业发展 提供我们的智力支撑 和一些科技保障 当天双方围绕芒果产业 签订了两项具体项目协议 一是引入芒果优良品种品系 按照以果为媒 文旅融合的发展路径 持续推进农旅融合 打造及旅游观光 休闲娱乐 科普教育为一体的 生昌芒果第一村 助力乡村振兴 二是构建提制增效技术模式 和技术标准 并采取示范 培训 辐射带动等方式 帮助海棠区农户改良 与提升芒果种植管理技术 进一步推进三亚芒果产业的 高质量发展 通过这个合作 首先我们就是说 帮我们从整体的产业布局 规划和产业链上 将进一步 提升我们的 这个谋划水平 把一些新的技术 和新的思路 带入到我们海棠区的 农业发展当中 第二个就是 优良品种的引入 通过同这个 中国热科院 三亚院的合作 我们在新制生产力上 发力 进一步提升我们农业技术 进一步提高农业的产量 增加农民的收入 在第九个415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即将到来之际 4月7号 由中共三亚市委 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联合三亚市国家安全局 共同举办的 国泰民安 合运九州 总体国家安全观 专题音乐党课开讲 通过理论学习和音乐鉴赏 相结合的方式 使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加深入人心 此次音乐党课特邀四川音乐学院声乐歌剧学院副教授 周薇薇主讲 精心设计了古运安邦 风火驻魂 毅历东方 领航时代四个章节 周薇薇从维线鼠中画筑成年 薄包大中成阔和初赛诗歌朗诵开始授课 以中华传统文化为起点 以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为时间轴 聚焦总体国家安全观生动实践 将精炼简明的理论要义和激扬感人的音乐歌曲有机融合 使观众了解军事国土经济科技粮食海外利益等传统安全 与非传统安全的逻辑关系 整堂音乐党课既有诗歌朗诵初赛的家国情怀 也有国际歌的时代强音 既有万全河水清又清的民族风情 也有永远的记忆的深情缅怀 每一首旋律都承载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 和对国家安全的深刻认识 现场观众纷纷表示 音乐党课的形式非常新颖 让人沉浸式感悟到了从音乐中迸发出的红色力量 更加深刻细致地了解到总体国家安全观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报道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三亚客户端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